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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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枪三元熊 文道啊 嗯 这个我现在都已经健康人生了 这个每天早上这个吃麦片 吃早餐啊 然后呢戒烟 哎呦真是 你们两个不是现在一见会 就你的心最近怎么样 没错 都很关心人家 没错 对过去的生活有很多反思 那就是 就走向觉悟 伤透了心了 我的心都不是穿了个洞吗 那就现在见到女孩我就这么说 被你啊伤透了心了 真正是 哈哈哈 而且文道你还在坚持抽烟不错 对吧 这个我也给你宣传一下 咱们这个这个导演哈 出出这个照片 这个这个事很要紧 我们导演给我们能出一下吗 现在这个香烟的这个广告 你瞧文道 这是什么 这个事对你可能没有太大关心 我都不太大关心了 对 这个你不关心 但是另一件事你应该关心了 现在是长假之后 传出一条新闻 这条新闻呢 要照我感觉在中国也没引起太大的反应 但是引起一些烟民的反应 有个烟民就说呀 说咱们中国摇滚乐玩的不咋地 香烟里头重金属很厉害 你也知道吗 我听说了 有一个国际 还不是一个开玩笑的啊 你看10月8号 叫做ITC 国际烟草控制政策评估项目 公布了一个科研报告 13个中国国产卷烟品牌 检测出含有重金属 含量跟加拿大产的香烟相比啊 最高超出三倍以上 什么格呀 什么什么什么 就致癌吗 重金属 然后说这份科研报告是美国和加拿大的研究人员联合做的 他们是从2005年开始三年 检验了中国市场上常见的香烟品牌 哎加拿大对香烟的检测非常严格 最后反正查出啊 咱们是13种13种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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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国产的这个香烟 有说哪13种吗 哎呃有啊 但是我也不敢说 他们又该现在有事情打击报复 我要说了再弄个锤子 把我砸了一下 哈哈 我觉得这也靠谱吗 这该不会又是一些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反华势力对我国发起的疯狂进攻吧 哎 你这闻到现在一说话都成套的 对对对 国家烟草专卖局 外交部的声明看得多 国家烟草专卖局一个科技司的一个一个一个领导就说了 说这个不够公正和客观 嗯 说为什么呢 说香烟里头的重金属含量 中国没有标准 国际上也没有标准 而且呢 就是说呃 他呀研究人员 加拿大的这个香烟品质的这个重金属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 他们是拿加拿大的香烟来跟中国的香烟做比较 嗯 所以你看咱们这个科技司的副司长吧好像还是什么 随手就甩出一个杀手锏 说你要比这个啊 有一种东西叫亚销鞍也很致癌 加拿大的那个有的香烟它重金属含量是很低了 但是它的亚销鞍的含量能达到八到十倍超标 中国烟的八到十倍 呃对呃 反正你看 他就说没有国际标准 以本国烟为参照物 而且咱们说的这13种中国烟呢 有的是已经停产了 但是有的还是很有名的啊 这大家到网上一查就知道 但是好多记者打过去打到他们厂家厂家一般都是这个接不着电话 就是反反正对这个问题啊 这个这个语焉不详 嗯 他那个调查是专门只调查中国烟啊 不是全世界的烟都调查 呃 那那真真的是很恶毒啊 这个是很恶毒 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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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不像话 对 除了格子格格之外吧 其他三种重金属都严重高于加拿大香烟 是加拿大就最高高到两到三倍 那 那么你看啊 我们猜测 有一个参与此项研究的还有中国专家说呀 就说 所以文道你要戒烟呢 他说香烟本身就含有60种致癌物质 重金属只是其中之一 我们猜测 重金属可能来自种植烟草的土壤 就咱们国家地大物博嘛 资源丰富嘛 土壤里的重金属 我我我我 我还以为是稀土最近不去日本都到烟土里去了 变成烟土了 不是啊这个 但我我平常抽的都是外国烟嘛 我抽那种卷烟什么荷兰 亚酸什么 你刚才讲那个 亚硝安 你加拿大乡 亚硝安 从今天开始我抽国产烟了 为什么 表示我的爱国决心了 到了这个时候 对不对 我回去把那些外国烟烧了 做鬼也风流 对做鬼也风流 你看 人家这个中国的这个亡民们都很有幽默感就说了 说中国啊 现在要发发发是个发财之地啊 你多抽中国烟能抽出金子了吗 就说了 这还有重金属 那个世博会 他们的馆的造价 那个大家去的那个沙特馆 其实呢 他的造价只是第二位 另外有一个馆 咱不说名字 据说当地的官员跟我说不说名字 他的造价是最贵的 原因是他的整个建筑的外墙 含有增金 哎呦 我的妈 他说不能公布 要不然的话 咱们日出于友好 对不对 出于友好 咱们都去弄点纪念品 那像鹅卵石一样的纪念品 那个官可能就颜色要变色 颜色革命 不过没关系也差不多了嘛 没剩几天上海市播就快结束了 对所以我现在才说 这时候大家就可以去寻找一下 就帮他拆了 大家找一下哪一个馆 反正他也得卸了 这不算什么吗 他会运回去 他会运回去 这不算是当年八国联军 把我们圆明园呢 故宫里头那个外边镀的那个 拿的刺刀 不都刮了吗 外边那个金 哎对啊 现在这时候我们正好报复一下嘛 对啊 所以你看啊 不能让这些外国人就这么回去 这个事啊 就是很有意思 为什么说香烟的这个东西啊 就是你看啊 他反映啊 现在这个西方和中国之间呢 确实有一种啊 互相看不对啊 而且我现在感觉啊 你看啊 这个钓鱼岛的事情 你就会发现啊 人与人之间呢 其实有一种什么呢 过去毛主席说 什么战略上藐视敌人 战术上重视敌人 但是我发现人有一种心理啊 容易把自己想成弱 容易把对方想成强 你看哈 其实钓鱼岛这个事儿 日本碰见这个事儿 他也挺头疼 对吧 但是呢你看我们的猜测就就会觉得 日本是处心极虑 故意搞这个事件 他们做什么事儿都是有准备的 那么你看日本方面呢 也会猜说中国这是要干什么 我们你看 包括你看美国和中国之间 你知道前几年这个美国玩的竞选吗 有一个选举广告 有美国的这么一个一个选议员的哈 居然就是这个都能争取美国选民呢 就是说 你们不要小看中国 中国现在已经做好了计划 说中国国务院全盘的计划 接管美国经济 就等着美国崩溃 接管美国经济 你看 但是咱们的经济学家 一说呢容易把咱们自己想成这个特别傻 说咱们哪能玩得过美国呀 美国那家伙这个要让中国经济倒台什么 人民币升值 他们处心积虑 什么三部曲计划都做好了 因为我就发现呢 两边看呢 就像咱们有时候人与人之间这个矛盾哈 可能两边啊 都是一种怎么说呢 呃 说说的好听呢 这叫 大家都有危机感 啊 忧患一事 对自己的国家利益忧患 你知道最近这个美国的这个中期选举吗 对 就出现了一个现象 原来美国原来我发现这也挺有意思 在美国搞这个中期选举啊 骂中国是一个得分的牌 对没错 这个很有意思 所以在美国人现在都看出来了 就是说啊 这个上台之前要跟中国拼命 上台之后要拉中国救命 都是都是这路的 对 然后就说两方面选这个中期选举啊 两个党派之间在台上辩论 怎么着让大家喝彩啊 就是说最典型的流行语就叫我是为了美国 你是为了中国 对 都这么聊 比如说他们那些竞选狂 我在那个YouTube上也看到啊 很搞笑的 有的就是说我们的对手 他很努力的制造就业机会 为很多工人制造就业机会 然后一直讲这话 好像在称赞对手 但所有的镜头拍的都是中国工厂 他讲的意思就是说对手在帮中国制造就业机会 就是花好多钱拍这个竞选广告 竞选广告的主要内容就是撤中国 就是你撤中国撤的越狠 哎你就得分 所以现在研究政治的人 很多人在分析说西方这种民主这个形式的空洞化 坑他的弱点 就是他每年为了选票 尤其像现在民主党 民主党他要美国工人嘛 美国的产业都都都搬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其实中国造的都是美国货 大部分的利润都是归美国老板去的 但是他对他们工人来说他是这样 哎 哎现在这个我我我那天是看见谁啊 是秦辉老师呃发表一个演讲 我觉得哎他把一个事说清楚了 就因为就我我我我我我听懂了 就是说啊 他说呀这个现在西方也很有意思 左派和右派啊都夸中国 嗯 右派呢 不是左派夸中国呀 就是说这个你看 就是自由度不能太高 对吧 你看中国的成功 就这就说明什么 不能太市场化 我看基本上成龙是左派的 对对对 咱们现在先去一下广告 我再跟你说右派 枪枪三元行广告之后见 哎 你看我跟你引用一下秦辉的这个这个讲话啊 他说这个就是左派西方左派右派现在都夸中国 和张武长先生最近都一再讲中国创造了人类最好的体制 就是既不搞福利也没有工会 还说世界的还让人逃脆 啊 世界的趋势是欧洲学美国 美国学中国 然后呢高福利国家要学低福利国家 低福利国家呢 要学富福利国家 没福利的国家 但是他的意思是说啊 老实讲他们表扬归表扬 可是真要学中国 谁也学不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呃 这种既低自由又低福利体现出的竞争优势啊 是在加入了全球化以后才出现的 对 如果两个模式关起门来竞争啊 那不一定这个模式就优越性就能体现出来 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像中国改革前就是一个例子 现在就说如果打开国门 在一个市场投资行为都高度全球化 金融也高度全球化 但是人权标准没有全球化的这么一个背景下进行竞争 那咱们这种模式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 因为什么呢 自由经济真正的优势是他的创新激励 要讲让人玩命干活 那他未必比得过对他们这种 所以这其实就是秦先生几年前就讲 比如说你很简单 我们看中国工人 你说老美那些工人啊 他们为什么恨我们啊 那他实在拼不过我们的 你想想看 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些工人 你要这个医疗什么我们也不怎么管你 你子女上学农民工 在城里那些农民工学校随时把你收了赶紧回去 你也别想上学 然后薪水又不是太高 没错 这种情况的工人全世界都找不到 如果你说要拿这个工人卖命啊 或什么成的美国工人不可能这样 他那个社会也不可能这样 但是你看哈 我最近啊也认识也认识很多这个美国来的朋友啊 我就发现啊 这还真是这个事情啊 在全球发展模式来讲很难讲 他们就讲了美国其实现在很难搞很难搞 就包括美国的这些个工人 你说那天我要看一个纪录片 他们就说美是像汽车厂 美国这种就是说也养懒人嘛 欧洲也是这样就养懒人 你这样的路啊走下去也举步维艰了 你比如说就像美美国那个金融风暴 这个金融风暴导致他这个工厂破产了 破产了之后工人们就在那静坐 在车前呆着说不能破产 我们不能没有工作 我们要工作 到最后啊奥巴马都出来说话 说工人们有权利这么干 于是怎么回事啊 那破产它是个法律的事破产了呢 那到最后弄弄成这么一个态势之后 好不破产了不破产给他们开工资 政府贴钱 政府贴钱 政府把它买下 那么就说他会西方会认为这个直接干预到法律制度了 你说是不是 他们现在呢 有些地方啊 美国和欧洲啊 转变成一种新形态的社会主义 没错 他们怎么变呢 他是这样 他不一定是政府给你发工资 而是工人啊 就说不准这个公司破产 然后呢 是由政府担保贷款给这些工人 他们集体买下这个工厂 嗯 变成合作社来经营 但这个合作社经营 到底到最后经营的好不好 管理的好不好都不知道 但起码现在很多是这样 这是一种很新形态的一种就合作设施的 然后他那种快破产的那个大汽车厂 政府在补贴嘛 嗯 然后他现在其实要找人卖 可是现在中国的汽车集团想要卖 对 想要买 买买买买 然后他呢又考虑政治因素了 对 他觉得哎呦 我们政府贴了这么一个东西 现在卖给他们想象当中的最大的竞争对手 嗯 这个会政治上会引起民意的反弹 而且你知道这里头还有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我们要了解美国人的心态 就我发现很多我们中国人一般啊 就看到美国这些反华势力啊 老在骂中国 就不太明白他这个反在什么地方 嗯 他还有一种很奇妙的心理 这个心理是这样 因为我们知道美国人喜欢当世界警察 他致命自己的世界警察 我们也同时应该承认啊 就二战以后啊 世界上很多重要的贸易路线 航道 比如说运游路线 的确也是因为美国当世界警察 稍微安定 起码美国人是这么想 嗯 好美国人这么想说他的理解是什么 你看我们国家 美国啊 每年投放那么大的开支 在军事上头 保证了世界的安全 世界安全怎么怎么了 就贸易不就好了吗 贸易好了 你中国就发财了 你看日本 你注意日本这个国家很逗啊 日本啊 是每回美军开到哪 日本都负责买单的 哦 是吗 你比如说你看打阿富汗 打伊拉克 日本是盟国 日本盟国他没有军队啊 他不能出去啊 他干嘛呢 他每回就给钱 啊 因为因为不能让人同意 他参加 这叫这叫保护费啊 所以呢 这个概念是这样 美国的想法是 当年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 他老给我保护费 我就保护他 让你这个石油啊 什么贸易搞得好 你中国今天为什么全球化里头 你得到好处那么多 因为你国际环境安定 你国际环境怎么安定 你这个冲海的轮船怎么那么安全啊 就是我那几个舰队搞的 哦 你不给保护费还一天到晚 拿这个人民币来一下 美国可以开 美国有很多人这么小 联合国保安公司 对 对 很好玩的 就像有点像黑社会收了保护费 那个概念 嗯 但是另外一个原因还是觉得 他觉得你的游戏规则跟我们不一样 对啊 这个是另外一个 他我觉得西方人对中国的这个恐惧也好 攻击也好 围堵也好 种种种种都好 这两部分的原因 一部分就是纯粹的经济上 就是零和游戏 你强了我就吃亏了 你厉害了 我就 另外一个就是 那为什么他对日本对欧洲那些 他没有那么大的害怕呢 就是因为你这个制度 跟他不一样 不是 我觉得啊 你讲这个还是深层的 嗯 但是有时候美国人很天真的 你要看表层的东西 他就能你就能看出他的不满 就我们还不用去那么到深层的地方 举再举个例子 他呢 比如说现在很多美国老百姓 共和党底下那些蓝领选民啊 他不爽中国的其中一个地方是什么 你看中国人 这伊拉克阿富汗 阿富汗原来的多极端那个地方 你谁能进去做买卖 对不对 塔利班政权的时候 就我们美国把它干掉 好我们美国把它干掉之后 现在谁在那赚钱啊 全是中国公司 是吗 对啊 因为中国企业是资金大举进入伊拉克 现在中国在伊拉克的油田 获得的新的合约啊 要比美国还多 那所以美国就想 哦我们死了那么多 打了半天 搞到最后 验收成果是中国人 那他们是太不爽了 大家不爽在这儿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最近跟这个美国来的朋友聊天啊 他们都对美国的这个现状啊 甚而至于对整个所谓民主制度啊 当今世界确实是出现这么一种 讨论 你别人他们就说 说是当然你一般认为 好像自由民主是好啊 但是呢 你现在看看也确实啊 有很多从结果看 比如说你看小布什 哎呦这这么个玩意儿 连选了两届啊 就两届都是他 对吧 然后说奥巴马 现在越来越看出来 这也就是个会演讲 会说漂亮话的 那么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然后呢 就是说你即便是台湾 你想一选一个陈水扁 二选一个马英九 对吧 也是算是拆枪人意吧 就说你这个弄 好像说怎么样弄最好呢 哎 我后来就还跟他提出一个问题啊 我说我说也不对 我说我有证据表明啊 人类啊 也许是越变越蠢了 为什么呢 我要跟他讲 我说哎 你说选举不好 可当年美国有伟大的总统啊 林肯怎么选出来的 那个时候罗斯福 包括这个建国之初的华盛顿 那些个就圣贤一样的这些人 后来我们就聊到哪啊 没准这跟娱乐至死那本书有关系 嗯 就是说啊 印刷术的时代 那个时候的人呢 了解你林肯 不是看你在电视上表演 在那个时候见到有林林肯 马上想到的是你看过他的书啊 嗯 印刷术的时代 我明白你这个人的思维啊 你在讲电子时代 跟这个民主制度 就是电视搞坏了 你知道吗 这电视一来啊 完全是傻的被动 哎 你知道最近我就和小孩真是少看电视 英国研究已经出来了 每天看电视超过两小时的小孩啊 整个反应啊 这个呆傻程度啊 就比那个看电视不看 就每天看半小时的孩子要傻的多呀 你就可以想见啊 每个人一个个那个胖的 就看电视啊 不动脑子啊 所以就完全你了解一个小布什 你懂他什么正刚啊 什么完全不懂啊 所以今年这个 我在报纸上讲了好几次的 汪辉的那个文章嘛 他解了一篇文章 就在中国三十年这个经验总结 他其中一个观点就是你刚才美国人讲那个 就是讲西方这个制度陷入危机 然后他认为中国的制度 包括五十年代以来的制度 都是非常有成就的 所以他的观点 那也不能这么说 当然学术上有很多讨论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想 这次那个海外那么多的有名的学者 支持他 当然他们可能不知道中文中间的游戏规则 但是他们都支持他就是因为 整个西方的学术界是左派的 他们是批判资本 支持他那帮是左派的 支持他那很多 那那那那那 那那那那那那那 那都是世界大学者 他们知道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 我学 我觉得他们是美好的误会 因为他们看到西方的问题 然后他们觉得中国 可能是一种一种方法 但是在中国里的人 感觉是不一样的 你在工会下面生活的人 感觉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 对没错 美国现在是个制度很糟 但是美国还不会出现拆迁 跟着自焚死了 然后抢尸体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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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